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14日 星期二 今天要跟大家說說 有一隻中共 監控人民的爪牙 打手 爪狗 被美國揭發 這個名字 叫做 港產人工智能企業 商湯科技 這家其實很流行的 本身就是在科技園的一家濕溝公司 得到中共的支持 開發人面識別技術和監控系統 用來打壓香港市民 甚至乎用來做新疆集中營的幫兇 又或者 向全世界作為用這些科技去侵略 被美國人揭穿了之後 美國財政部 列入了非SDN中國軍工覆核體企業名單 入了黑名單 禁止美國公司投資 所以 商湯 在星期一 即是昨天正式宣布延遲上市 不會如期在星期五掛牌 消息透露 商湯在香港上市的目標 是堅定不移的 最快年底前會完成 為了吸引科企 落戶香港 幫助大陸對抗 美國的打壓 港交鎖最快的 明年一月引入特殊項目收購公司上市制度 好了 其實你引入特殊製作公司 即是這些收購公司 如果你是這些企業 美國公司不給投資 不就一樣 浪費 好了 這一次基本上是一個正義和邪惡的戰爭 邪惡的公司 想透過上市集資 去更加邪惡 當然被美國 即時撤停 我們在詳細和大家說這件事之前 記得支持 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有三個呼籲 現在變得多了一個 第一個呼籲 就是 我們的 台 經常受到霧認 一個最離譜的就是 把我們的影片全放進去之後 他把舊片放進去之後 寫了一些標題 全部都是古靈精怪的 很多離譜的標題 吸引人們去看 裡面的內容不是那一回事 我們也有很多朋友中了招 所以我是呼籲我們所有的聽眾 去 report 這些假的 侵權的網台 這個頻道 基本上是一個偷我們的影片的頻道 希望大家 看的時候 看清楚是不是有些假的 因為 有些也有幾千view的 小則有千多二千view 多則有一萬view 這些當然 可能 聽得到我們節目 我們每一節都會呼籲大家投訴 如果當你聽到這個節目的時候 當你看到 那個頻道 不是我們的頻道 或是它是抄到足的 名字 圖 圖有些是自己創作的 有些是直接招待我們 有些是拿回舊片 就只要上去 這樣 我們之前投訴很多次都沒有 我希望大家用一個力量集體的投訴 務求要將他關門為止 因為他已經停了一段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暫停 現在又再重新來過 我覺得這個也是 很離譜的 對我們來說 其實就是 偷我們的東西 翻版我們的東西 這些真的是我們的 我們的創作 我們的 出品 希望大家一起投訴 好了 第二個當然是 88少後 我們一直都希望支持他 讓他可以捱那個難關 現在 年關難過就年年過 希望他也可以捱上這次的難關 未來做節 如果大家有需要 就要訂購 第三個呼籲 就是我們的Patreon 由於我們希望做一個比較 有規模的媒體 最近大家都知道 我們又被一個賣開白粉的報章 然後就去 誣衊我們 又讓我們偷逃 那麼當然 那麼多圖放在外面 怎麼知道哪一張是你 怎麼知道哪一張不是你 傑仔可能一時 不小心拿了 他就大字標題出賣頭版 不知道想幫我們宣傳 不然我們大台 不記得小台 我們在YouTube方面 總標數是5億7千多萬 多於2億9千萬 接近一倍 我們在訂揚數 當然我們很後期才搞的 其實我們是差不多 16年 17年才開始用YouTube 支持 應該是16年開始了 我們是 星期一到我們獨立出來搞 所以 在五年之內 我們就跑贏了整個白粉企業 他們 相對於我們來說是小台來的 平均每個月只有七百多萬Milk 通常每個月有2,500萬左右 所以我們大台通常都不會跟小台計較的 所以 我們接下來會致力做多一些不同的節目 接下來我們已經請了一位朋友 跟我們講英國新聞 英國新聞其實我們也想 我們也想 去了解多一點 有時候 真的沒有時間 我們 我們希望可以 幫助很多香港人 在英國的香港人 了解多一點 英國的事情 所以 接下來的英國新聞 我們應該會在 英國的時間中午 每天的中午出街 現在正在準備 之後會有足球頻道 足球頻道的朋友 已經跟我們給了一個展示 我們看的 不過 也是 有待改進 始終 不是說話就不是說話的 慢慢訓練 我們 接下來會有不同的節目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用5元最低的 門檻 支持我們 5元美金一個月 訂閱我們的Patreon 說回雙湯科技 先讀一下他的資料 雙湯首次的IPO 在上星期五截止公開營購 原定 同日定價 但是 你也知道你們在做甚麼 是不是呀 為人衰稀臭 自己身有史 現在美國 實施投資禁令 所以 星期一 雙湯表示要延遲上市 是為了保障投資者的考慮 以及最新事態發展 對於其投資決定 的潛在影響 與其將會是補發 補充招股章程 公佈更新上市時間表 以及營購程序 強調仍然資力盡快完成上市工作 至於退款方面 雙湯表示 今次申請營購新股 款項 會不計利息全數退還給投資者 在本週三安排電子退款 或是寄發支票 而申請股款應計 計劃所有賺取的所有利息 都會捐備公益金 即是中間持續一筆錢的利息 賺了的就會捐備公益金 不過用孖展認購投資者 就要視乎證券行有沒有特別安排 要財 富途 華盛 都說會適數退還這個認購費用 連孖展利息 輝立說認購以電子優惠券方式 全數退回手續費 以及孖展利息 即是 給你一些訊息 不會退現金 各大銀行就未見相關回水安排 這次事件 令很多新股投資者 記起去年11月的 世紀太Q 螞蟻集團 當時很多家銀行都豁免認購手續費 孖展利息 這次投資者對相當的興趣不減 你說吧 吸引到很多香港和內地投資者注意 但是美國以新疆人權為例 將它列入中國軍工企業派名單 禁止美國民眾和機構投資雙湯 現在已經是股東之一 持股約3.05%的美國私募基金 銀湖資本 就可能要退股了 有可能導致日後雙湯再來的時候 估值應該會打個折扣 一定會啦 浪費 這些公司的助就違約 另一方面 為了協助內地應對美國推動金融脫鈎 做好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以及吸引來自 大中華地區東南亞世界各地 親共的走狗來香港上市 港交所就會對一個 SPAC 特別收購項目公司 有機會 諮詢 以及可以在聖誕節前出路 最快明年1月實行 港交所 回應 現在正在看市場反應 適時會公佈諮詢結果 港交所 9月份 就於SPAC特殊收購項目的 逐市場諮詢 但是市場聲音就指 這個建議軟革美國和新加坡嚴格 所以 在所有收集意見之後 將會微調建議內容 其中 包括投資者資格 攤薄上限 以及股東就SPAC 拼購交易的投票表決方式 但是修訂內容仍然有機會作最後修改 現在修訂之後的SPAC機制仍然教美國和新加坡的機制嚴格 已經令香港的機制變得更加貼近市場需要 我們要說一下這件事 雙湯 他的名字 其實也是很不合理的 你們是助就為虐 你應該叫雙袖 或者是夏傑 雙湯 是推翻這個夏傑暴政的一個人 一個 神聖的軍王 宇湯文武 就是 當時 上古的一些名軍 你竟然用雙湯的名字 潛穴 你是顛污雙湯 把雙朝 因商的 創辦人 污名化 人家不是做這些偷雞摸狗的事 不是做這些 奸人邪道的事 不是做一些幫助中共的爪牙 你這檔東西的雙湯 很明顯 就是在做這個敢依為角色 你們就是幫中共 建立這個血的子的機構 你敢叫做雙湯 你 嚴格來說真是瘋了整個中華民族 如果你 當殷商是我們中華民族 的起源 因為他的文字 鴿骨文是如此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雙湯 或者是殷虛的鴿骨文 不是中華文化的 起源 因為 現在在三星堆發現到的東西 已經是被殷商文靈 早一千年 遲些我們會適時公佈 三星堆裏面發掘到的文字 是全世界手道公開的 這個可以徹底否定中華民族 是在黃河流為起源 亦都可以徹底否定這個殷商 是最早有文字的 所以 這間公司 下次一定要改名 下傑或是相袖 或是傑袖 這樣就合理了 你用雙湯 你侮辱先人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好 我來 謝謝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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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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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